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局有目章 政府所经不努力 后期而复发 省目复发和约曲 这一段告诉我们一位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应当笑话 天行见 精子以至强不息的精神 招前戏涕 每天每天不断的努力 求进步 做好修身辅佐 为共成理想而努力 其次要有大德者的风范 让人望而生静 做到三思而行 送言不忘 相得益彰 其三 实现理想 必要谨慎 做到不以右乱描 不以目混诸 不以假乱真 以彰显其妙智慧 其四 这个妙智慧的展现 是要在实践理想的过程当中来锻炼 能刚己目彰 正古朔经 后机勃发 勃而约起 好 今天我们是来到第二段 素如 寸因当自经 一分收获一分力 作响难成事 敏捷勤奋和逻辑 经得常秉哲 清耿养性行洁毙 敦大便成欲 营养影田心仪 成余则小明 卫貌川流望无济 禅灵修炼日 至时束宽 光无习 习名圣者心 战令若纯断杂律 错尖锐解分 知重心明念长情 第一小段我们请王讲师 宋因当自经 一分收获一分力 作响难成事 敏捷勤奋和逻辑 一寸观音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观音 当自己小心把握时光 观音事件 岁月如梭 时间不带人 要知道要怎么收获 先那么财 一分收获 一分努力 才有一分收获 想做想其成 贪享受 这是不行的 难以成其事 唯有勤勉快捷 勤奉不屑 好好行功利得 才是正确的 好 一位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当然要珍惜光音 好好 只有努力 我们绝对不坐享其成 而且要培养一种非常敏锐 行功利得 这样才会正确 好 那个路简 经得常秉者 轻耕养性行洁毙 敦大便成欲 营养饮甜心愚愚 而更要常秉天经地义之常道 持种德性 行事才是真正闲智之人 更要青年正直来存养心 存心养性 行事小心谨慎 以敦厚宽大待人 久而变成富足 量大福大 如此行事 能够长雅银 长安民 众生安 己心亦安之 内心便时常心情舒畅 好 那一切的努力 当然要有一个一行的准则 那这个一行的准则就是道 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上一段讲到 那一种自强不喜的精神 这边讲到要珍惜光阴 好好努力 但是努力 用我们的最大的能力去做 但也要有一个依据 那个就是道 那以道为准则 其实道就在生活当中 所以生活有道 生活有道的人 做人就有德 所以呢 自然而然 能够用青年来养性 性就是我们那个存心养性 那个光明的本性 然后宽以待人 用宽宏大量 叫做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自然而然 我们就能够甜心以愚 也就是说心情 常常都能够非常的舒畅 因为我们不做亏心事 而且充满着光明正能量 懂得涵养自己的心心 以德量 作为一切对人对事 的那一种动力 那一种包容力 那一种感动力 那耶利讲师帮我们读一下 曾于则小民 会冒川流望一记 禅灵修累日 适时束宽光无席 以至诚之心 诚心待人 并会则百姓 以仁爱宽大 顺大之心爱人 永不甜蜇 缘有边际 让百姓众生 像在禅宗寺院 得到地 免受累日 煎熬 心有依靠 且能适时与终处 宽大得光 得到众生 这样待众生 永不止息 直到永远 好 前面讲到 要珍惜光阴 要努力 然后以道为准则 那态度也很重要 因为世尊老大人说 道不是方法 而是态度 态度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份真诚 所以要有自诚的那一种待人的态度 以真诚的心来对人 自然能够慧哲无边际 也就是说 留下来的 让每个人心中那一份 德量的感动 这个叫做慧哲 其实德是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别人的心中 不是自己认为的 所以我们以宽大仁爱 盛大之心待人 自然能够把这个美好的那一种德光 留在每个人的心中 这样子慧哲无边际 无边际 就是那一种影响力 是广大无边的 从现在到未来 跟天地同在 美名永流传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忠肃宽大 德光必应众生 就是努力去做的 永不停息 那就像一个菩萨一样 每天每天 永不停止的 就是为了 去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种叫做必应众生 叫做德光必应众生 小佩 习民圣者心 占令若纯断杂律 错间锐解分 资重心民念长吉 能章出自己的名 一代一代继续者 使大道渐渐明显 又承续者 又承续本来的名 一灯传至无尽灯 永远传递下去 而不熄灭 这是每一位圣佛之心啊 这种心 湛然清晨 身后沉浸 绵绵若纯 乃天地根 乃古神 乃玄 用之不起 应用无穷尽 能断除杂念思虑 亦能错其锐 解其分 不入锋芒 使达到圆融 解除烦恼杂乱 何其光 同其成 隐藏光芒 涵养圣者的光辉 令其达到 众善圆融之境地 混同成熟 内心如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 再沉不染沉 此道心 须于不离 内心清明 则心律定能尝极净 这一篇呢 太上老经给我们的慈悲 用了很多 包括道德经里面 所讲的 所以这个义理内涵 是非常深邃的 那这讲到习明 习明 胜者心 习明就是 那一种 好像明灯一带传一带 永不止习 那 传灯的过程 永不熄灭 那这里面就包括 会命的传承 大道的传承 会命的传承 诸佛菩萨的那一份 新的传承 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 不断不断的那一种 自我的涵养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传承 这个圣人之心 这一盏明灯 只要我们懂得绵绵若存 涵养古神 从我们的真主人 去体会 那个光明的能量 自然能够找到 但也要明师的指点 所以 从明师一指点之后 那一种绵绵若存 那一种涵养古神的功夫 才做得到家 自然而然就能够断杂律 错其锐解其分 和光同成 这个就是一个圆容心性的磨练 从人际关系的圆容 圆满 到自己心性的圆满 到整个 你所接触到的外在的 随其心境佛土境的圆满 那个整个过程 再尘不染尘 那一种锻炼 那一种锻炼 是来到一个 内心清明 练力定静 一种境界 好 我们感谢太山老金给我们这么深刻内涵的意理启发 那在这一段里头 那在这一段里头就讲到一位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首先当然也要懂得珍惜光阴 所谓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既然功逢其胜 就要努力精进 一分根营一分收获 甚至只问根营不问收获 更不会 所以只是当一个作响其成者 一定要自己努力 其次 一切以道为准则 所谓的道为准则 道就在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 不是只有寺庙道观才有道 生活当中的道 才是真正的道 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怜以养性 宽以待人 甜心以 这个就是生活有道 其三 以至成待人 那一份真诚就可以感动人心 感动人心就可以会择人心 无边际 那一种中数宽大 德光必应众生 永不止息 其四 要继承 圣圣相传的那一份 诸佛菩萨的会命 那一盏明灯 灯灯相续 习明胜者心 代代传系 永不息 当然呢 这个明灯要能够点亮 得要明思 明思呢 点亮心灯 接下来我们要懂得修炼 这个修炼就是 绵绵绵若存 含阳古神 自然能够断杂力 错其锐 解其分 何光同全不染成 心性能够圆满 赌一下第三段 我们请 淑娟 破季难分离 何其达乐水火祭 扇行与侧击 远而不贵望晚彼 魔力以数位 庄园全则有程序 生人悲念发 生我呼吸 母局域 平时见伯明 音箱淡雅 专专散 名语在己志 谭得玄童 不依你 向而不适应 端名字眼习悟气 天得博盛俱 但若冲字须及 第一小段 我们请 素如 破季来分离 何其达乐水火祭 扇行无彻击 严而不贵望晚彼 内心清零极净 分析事理 必定十分细腻 这样万事万物 必能和谐极致 到达快乐之境 如同水火祭祭 一般 故补 相容和谐 故会知晓 行善利得之人 是顺自然而行 过化纯神 一切作为 事过就舍 毫无贪望 不存内心 心而不贪 劫而不染 能清静无为 也不会伤害人 亦能忘记 愚钝 而且彼肉 接下来太上老金 要继续启发我们的 从一个大同理想的实践者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他不是在像以前这样子 清清静静静 在深深苦动修 你要实践一个大同理想 你得要去面对很多的人 事 你要去建构很多 有形无形的 哪怕是一个佛堂 一个道场 一个众生 你都要去面对 所以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一种心思的细密和谐 这种心思的细密和谐 也就像易经的记记卦 记记卦讲的水火记记 水火记记的这个卦 它是互补又相应 就是因为它每一个谣 都刚好跟单位 不只是相应 而且又单位 这个如果我们学过记记卦就知道 那是最完美的一个卦象 但是易经是这样子 来到最完美的时候 通常就是要缓转的时候 所以他是教我们 怎么样守住我们的完美 守住完美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是需要互补跟相容 所以在实践理想的过程当中 心思细密和谐互补相容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也就是说 一切的实践呢 当然我们要去做很多的事 这些事都是善行 善行无策击 意思是说 我们做好事 做应该做的这些好事呢 要无为 但是呢 当我们做的不圆满 需要检讨改进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就要细心的 心思细密的检讨自己 来改进自己 叫做省察自己 做的不好不能说无为 好像做的不圆满 我也是做过了就算了 那这样不叫无为 真正的无为是 这件事情做得很圆满 那我也 我就 一切放下 无为 不要去计较那个功 那个德 那用无为的心 来完成每一件美好的事 但是要用 还醒的心 来 检讨 每一件事情 的不圆满之处 这种检讨的过程 要连而不愧 连是对自己的要求 要很严格 不愧呢 是对别人 对别人呢 要宽以待人 不要因为自我的要求很严 就用同样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就很容易伤到别人 所以 圣人讲 严以利己 宽以待人 所以这也是一位 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我们首先应该要学习的 好 因为 这叹叹老师 讲的每一段的意理 都很深邃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学习 我们接下来 我们直接要跳到 我们的白话训 来跟大家一起学习探讨 那接下来是我们 昨天所读的 季工老师跟年轻人 讲道理 其实讲的道理 是非常深入 但是又生活当中去应用的 好 我们继续来读 那个王讲师 行智决定命运 现实的环境 尖尾的时代 个人行智 往往影响个人命运 圣人云 仍有三命 而非其命也 行己志取也 夫情处不实 饮食不洁 一劳过渡者 急供杀之 在下为而上甘其君 奢育无厌而求不止者 行供杀之 以少犯众 以落五强 愤怒不累 动不量力为 兵供杀之 此三则 非其命也 能自取之 这是取之 孔子家与无疑解 有言 若夫自是人能 身形有结 动静以异 行路以实 无害其信 得起受焉 不亦可乎 好 这里呢 我们佛法老师 很慈悲 来跟我们谈命运 他说 人的命运 叫做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会有一些 这个 跟个人所作所为 叫做行志 会有所影响 个人所作所为 会决定我们的命运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 应该这样说 命运是操之在 每个人自己的手中 但看我们怎么做 叫做个人行志 好 那人有三命 而非其命 就是我们讲 有一句话叫做 死亦非命 意思是说 我本来不应该是 这么样找 一个人 他本来可以活 七老八老 结果呢 十几二十岁就走了 这个叫死亦非命 他本来的命不是这样 却呢 咎由自己 为什么呢 这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说 休息的时间没有固定 叫做寝而不时 时间的时 就是过度劳累的意思 都没有好好的休息 然后饮食不节 饮食不节 就是不节制 就是暴饮暴食吧 一劳过度 有时候操劳过度 这个就很容易生病 生病呢 叫做疾 疾病 疾共杀之 就很容易生病 然后呢 就被病杀死了 然后呢 在下位而上肝其筋 就不知道数位而行 自己在下面呢 随便去触犯到 上面的国筋 你能说半金如半虎 可能国筋一生气 就把你给杀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再来 奢益无厌而求不止 一个人的欲望 永远感觉不到满足 就是叫做奢益无厌 求不止 那这样也很容易被欲望 所杀 那这些人呢 因为有了这些作为 很容易触犯行划 所以叫做行共杀之 再来 以少犯重 以弱无强 以少 这里就是少 这是不自量力的 你少少的人 就要去侵犯 很多很多的人 很强的兵 你很弱 以弱无强 你要去跟那些很强大的人 很强盛的国家 你是个弱国 要去欺负强大的国家 这自不量力 愤怒不累 动不自量力 这个就是不自量力的人 一生气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跟你拼了这种人 叫做兵共杀子 这很容易呢 最后呢 就是死于战争 死于打架 此三者非其命也 所以佛老师讲这一段 是引致孔子家瑜 也是勉励年轻人 要有所戒胜恐惧 所以讲到说 若夫自视人人 身形有结 动静以异 喜怒以食 无害其性 得其受 这个得其受就是 不要死于非命 能够受终正寝 甚至呢 安享天年 天年是一百二十岁 好好的 这个身形有结 这上面讲的这三者 要好好的 这个当作一个警惕 不要去犯盗 我们继续来读 那个来录解 行至绝地避孕 圣人之所言 成乃个人行为西向 决定一个人命运 况且在混乱时期 不懂洁生自爱 如何走过这一颠覆时代呢 不能修其心 养其心 性情如何温文 千功 简薄 肯低下于人 但不忽悲行 智洁凌云 如此虽处一下 其至必雅 不屈西求河 不同流河乌 长言道 一个人的气度 决定他人生的宽广度 若不从心着手 必难度过汪洋大海 和十字路口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佛博老师很慈悲 跟我们讲说 成这个字啊 是最重要的 做人的一个 那一种态度 那一种依寻 真诚 而且不止这样子哦 他还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真诚 当作我们个人行为的心向 那这一份真诚就可以 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尤其在混乱的时期 我们更是要有那一份成 成就是不自欺 不欺人嘛 结身至爱 在一个混乱的时代 叫做颠覆时代 你要能够 结身至爱 才不会随波逐流 才能够走过这个危险 那成也要 也可以用来修身 养性 让一个人 有那一份温文儒雅 那一份简朴 那一份真诚 所以真诚的 对一个人的影响 就像点亮心灯一样 有那一份成的动力 有一个动力 做一行 还有 有一个对人的好态度 真诚就是那一份态度 那一份气度 所以有句话说 一个人的气度 决定他人生的宽广度 所以若不从心着手 这个心就是我们的那一份 展露在外的那一份 态度跟气质 从心着手 就是要有那一份真诚的心 那如果没有从真诚的心 发出来 必难渡过汪洋大海 和十字路口 的考验锻炼 好 那我们 今天呢 我们这个部分 就学习到这边 明天呢 我们会有 白话心会有一个新的单言 以上的那个部分 这是第二个单元的部分 我们到这边刚好可以告一个段落 好 那所有我们上过的 这个教案 PPT 就是我们早上的这个成图PPT 就是大同 世界大同这个盛讯的PPT 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把它整理好 寄给大家 应该说寄给有留email的 有需要的吧 我们就给有需要的 所以你有需要你一定要留email 在我们的那个报名表单上面 留下您的大名跟email 而且要勾弦 你如果要这个圣训的成图圣训的叫案 我们希望大家呢 也将来都有机会 一起来先扬 先佛教导我们的这个美好的道理 希望大家能够来一起共同努力 把大同理想也能够来一起实践 努力去实践